都说范冰冰弟弟不进圈太可惜,看到赵丽颖张欣与弟弟才知道什么是明星脸。 李晨求婚范冰冰胜利后,李晨和范冰冰家人的合照也晒出来了,照片中范冰冰弟弟范诚诚曾经长大了,看起来很帅气。 据理解,范诚诚就读的是北京市某著名国际学校,并成全英文教育,每次考试也是英文,每年学费近20万元,真的就是贵族学校。 往常的范诚诚才17岁,身高近到达了190厘米,大批牛李晨成了范冰冰家身高最低的男人,看住范诚诚的大长腿,网友们纷繁想让她进入娱乐圈。 如今王六的愿望成真了,范诚诚简直脱胎换骨,帅气十足。 林志颖的弟弟长得又帅又年轻,很显然和哥哥林志颖一样,也是有助不老的容颜,林家的基因真实是太强大了。 赵丽颖的弟弟和赵丽颖长得不太像,不同于赵丽颖的灵巧心爱脸,是很帅气的类型。 张欣宇曾在微博晒过本人的亲弟弟,并说本人的弟弟非常帅气象压扶他进军文娱圈,微博曝光后,网友纷繁留言称,别把弟弟往火坑里推啊。别了吧,文娱圈玩不起。 你们觉得这些明星的弟弟们哪个更帅气呢?